我是心胸狭隘 因为我突然发现 恨也好 爱也罢 我心里始终就只有一个人 我的虚伪无常 以怨报的都是因为他 怎么样 机位差不多了吧 嗯 都准备好了 行 走吧 现在调整一下妆容给你 你就可以拍了 行 你今天记得测试点 时间给我重 终对的 穆董 诶 上班差不多了 那准备开始吧 诺道上就来 好 我去看一下汪姐准备怎么样 嗯 好 好 汪姐 诶 待会儿没问题吧 能有什么问题啊 等一下让你们见识一下 我深藏不露的一面 怎么样 那边准备好了吗 嗯 差不多了 陶教授他在教那些大师们 祭拜的一些礼仪 左手在前 右手在后 抱圆 身身一依 对 就是这样 这个千万不能出错啊 出错就现愁了 状如也在修了 嗯 很快就能拍 不会下雨吧 应该不会吧 三 二 一 开始 越起 我以下 礼 繁体为礼 而礼正是古代祭司用的礼器 礼记乐记中也说 乐者天地之和也 礼者天地之序也 和 顾 顾百物皆化 须 顾群物皆别 礼与乐 被儒家上升到 关系着天地秩序 与人伦和睦的重要地位 随着后世 礼乐文化精神内涵的不断拓展 他对中国的 他对中国的政治 文化 社会生活 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正如著名历史学者钱穆先生所言 中国文化的特质 中国文化的特质是礼 西方语言中 没有礼的同一词 它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 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 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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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绝不甘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